前任战布林很好的人 我一本加了74升等于是155.64欧元 一升的价格是2.1欧元 这边就是这样 架完了以后就停了 然后就可以开走了 开玩笑还没付钱呢 先把车停在边上去 然后去付钱 瑞典是要先刷卡刷一下手机 就证明你有钱了 有保证金了以后再去加油 然后这边是你先加油 加油自觉的去付钱 说句实话就是说你可以加油 直接就跑 也不会有人对你应该 德国的加油站的厕所是收费的 在瑞典不是 德国好像好多地方的厕所都是收费 商场不是 这个德国的汽油应该便宜一些 怎么还比我们这贵 我们那是两个美金 这两个欧元 我天哪 low good的 这个车油耗比较高 这个车一般城里怎么也得15个 长途的话大概在12个角左右 经过了三个多少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来到了姑娘们居住的德国小镇 与他们讲这个小镇的人口只有8000多 终于到了同志们 非常非常优美的德国小镇 它这边非常紧凑 瑞典呢这个人口密度小一些可能 所以说它这个占地面积要大 平均起来 但是这边建筑和房子呢随处可见的 都是基本上百年以上的 到了啊一大家子人啊 这个全是姑娘 然后叶尾的教父 我前妻的妹妹的丈夫啊 也来了 就是过来带试天 然后就回去 嗨 你们看看这个 玉兰哦 多漂亮 我天哪 一看到玉兰我想起北京了 北京这个 基本上好多玉兰嘛 非常非常漂亮 你看这颗长了 这颗长给你的礼物啊 再看什么 这颗长给你的礼物啊 来 走 今天这个颗长给你的礼物啊 还带着 这颗长给你 然后再来 这个颗长给你 这个颗长给你的礼物啊 上来 快走 回走 这颗长的礼物啊 走 对不起啊,差不多一条消息啊 大哥大姐们,叔叔阿姨们啊 今天晚上北京时间十七点零零 我们将为您带来又一场直播 希望大家都能够光临,希望大家都能够捧场 帮我们助威点赞 只要您能来,为我们点点饭,感激不尽 谢谢您了,继续看视频 有请准备订阅直播 三天准备入露室 三天准备入露室 明天准备入露室 明天准备在露室 明天准备入露室 明天准备入露室 准备入露室 明天准备入露室 你寄屈几身 我春天到露室 准备露室 各位在露室 我还没问到什么 这就是 他们知道,咳,我们明天有意思 您能ead 我看 不客气 你真的要不客气 真是 那些是 我們走到阿姨 通過了巴黎 好厲害 好嗎 好嗎 我向你會說 謝謝 și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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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这只是我 这是我的老婆 我一个愿望 在法律,菲律 在狮狮 在狮狮保护警察